反對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台灣 國民黨發起反萊豬共同的連數 國民黨接著台南市議員創立會就說 發起連數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讓民眾自己來決定 是不是要讓這些豬肉進來台灣 讓前面去決定要進口萊豬肉 我覺得這個公投很有直接明顯的概念 就是我來決定我自己未來的 我要吃東西 要進口不進口 我覺得這是大家變成生死所理的問題 這個萊豬問題 161國裡面反對進口萊豬 那我們為什麼要進口 這是我們反對的理由 蔡英豬進一步表示 進口萊豬引起很多的問題 若是造型地外的企業 要更引起民眾的驚訝 我們政府說不要進口不要吃 要進口不要吃 不要進口就沒有 人生很多問題像地外的企業 大家剛才水餃 還是剛才肉餃 肉食飯 還是肉圓 大家嚇到要死 到底有沒有嚇到要死 衍生很多的管理費用 蔡英豬後有 蔡英豬這次公道內的民眾 應有站出來的連數 標得意見 上市的主信可以到各國務處來順問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執政的政府 不要進口萊豬 各地方議員 各地方議員 國民都可能存幾個民眾服務站 有的就是議員服務處 是議員服務處 跟人來連數 我們也去有時候走街頭 還是廟口來訴求主張給八歲 就知道希望跟人來連數 我們在今年來 大家來 主席民進的討論 來看 聽聽大家聲音 有過不過一位書 我們表達自己 參與這個 這個公投來維護自己的健康的目的 的種子 我覺得鼓勵大家來參加看看 有過不過都沒關係 我們看新聞 我們第一次贏蔡紅布豆